沒有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健康好簡單 首先歡迎今天的觀眾求救平團 以及我們的兩位專家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話題是 这个进入了秋天 早晚温差变化很大 很多人会开始咳不停 酷酷扫 那其实咳嗽不完全都是个坏事 因为它在提醒我们 我们的身体可能出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 那么咳嗽也可以帮我们排除 但是如果你久咳不停或是咳到 感觉快要吐出来了 这时候一定要去看医生 那我们在看医生的同时 其实坊间有很多的这种止咳的秘方 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讨论一下 到底有哪些止咳的方法 其实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来运用的 那今天我们一开始就单刀直入 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之前已经询问了一下 我们的求救兵团 求救兵团呢 他们每个人也提供了一个 他们止咳的秘方 听起来感觉有道理 有的听起来匪夷所思 有的听起来怪怪的 但是有的听起来 好像真的很有效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请两位专家 来告诉我们说 这九位求救兵团 他们的止咳方法到底有没有效 用圈插牌来代表 而且呢 要两位专家都举圈的时候 我们的求救兵团才能够分享 你这个秘方要怎么做 如果有一个举叉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是个负责任的制作单位 有一个举叉 我们就不随便分享给观众朋友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请求救兵团先写下你们自己 止咳的秘方到底是什么 好 请作答 好 请量答案 好 从我们的毕桃阿姨开始啦 叫做黑豆离子汤 好 简单来说明 喝下去喔 那个喉咙 那个就顾那个气管 对 止咳顾气管 还蛮有效的 是 好 那请问两位专家 黑豆离子汤到底有没有帮助止咳的效果 请作答 两个都举圈好 所以是有效的呢 好 来 那个黑豆离子汤来讲 我们的离子 大家都知道离子是一个比较凉 比较凉的食物 其实你如果是那种比较含性的体质 在咳嗽的时候 你生吃那个离子 有时候反而是咳得更厉害 但是你如果把它煮熟过了之后 它反而有一个润肺的功效 大家比较常听到可能是那个离子去炖穿背 对 穿背离子 那其实穿背离子的话 它就有一个止瘦化痰的功效 那黑豆离子的话 它其实适合就是我们那个碧桃姐姐 就是年纪比较大 因为黑豆它是一个补肾 那我们肾跟肺其实是相关的 那尤其我们咽喉这个部分 有肾经啊 有肺经的一个经过 所以对于比较年纪大的长辈来讲 它是一个很好保护我们的气管 然后润肺 然后止咳的一个功效 但是主要它不是用于止感冒的咳嗽 它就是你喉咙娘腰 它觉得有点声音沙哑的时候适合用 所以感冒的咳嗽吃这个就比较没有效 但是如果喉咙平常有点不舒服 有痰痰有痰的时候可以吗 有痰的时候就是像我们讲穿背蹲离子 然后它是一个保养用的 平常就是老人家比较适合这样子 好 来 毕塔阿姨怎么做 我每次都把那个水梨削皮 削完了再把它切块 切成小块 然后放一小把的那个黑豆 再放水 水差不多放七分满 这样煮下来就很好喝了 就可以了 主要是喝那个汤还是吃那个肉 其实都可以 主要还是喝汤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毕塔阿姨的黑豆离子汤 平常如果喉咙不舒服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但是对于感冒的咳嗽是比较没有效果的啦 好 那乔惠妈妈你的是 醋蛋汁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 我们咳嗽的时候呢 她都煮那个醋蛋汁 让我那个喉咙觉得比较疏解 所以我常常就煮那个醋蛋汁 因为我觉得醋可以杀菌 能够杀死我那个喉咙里面的细菌 好 至少对我觉得比较有效 好 所以这个醋蛋汁到底对于止咳 有没有效果呢 请两位专家作答 嘿嘿嘿嘿嘿 两个都微笑了 来 罗民语医师 对 这个这个乔惠姐姐 乔惠大姐 提到这个醋蛋 醋的确是杀菌 一般喔 这个蛋汁就有蛋清的部分 它也是杀菌 这个醋蛋汁 在我们中医的这个有些偏方 它比较属于声音沙哑在用的 声音哑哑的时候用醋蛋汁还不错 那止咳化痰 真的是没有那么管用 尤其是醋 有的肠胃不好的绝对不要吃太多 所以醋蛋汁真的要用的话 我建議說醋加一點剛才的水梨啦 冰糖啦 潤肺啦 還有殺菌 消炎解毒 那比較不屬於治療這個潤肺止咳這一塊的 OK 好 所以喬燕媽媽 我們就不讓你分享他的做法啦 謝謝 好 繼續小步 我要介紹的是蜂蜜生薑 因為其實我以前就是萌燕不舒服的時候 我爸都會在家煮那種生薑茶給我喝 對 但是後來因為我到宿舍就沒有瓦斯爐嘛 那我就是覺得說 我就上網搜尋一些偏方 結果發現他們說什麼 你用生薑 就是把它 就是類似把它裝著 然後你就是加一點蜂蜜什麼的 然後就可以驗出 然後只要喉嚨不舒服 你就加個一片塞到喉嚨或什麼 它就會熱熱的 然後就讓你覺得喉嚨還蠻舒服的 好的 那請問兩位專家這個生薑蜂蜜 有效嗎 請作答 有效喔 我爸還想說不要再胡扯吧 有 我剛剛其實講到有點刺激 我看到大家還蠻安靜的 好 來 菁琳醫師 其實這個生薑蜂蜜 這個生薑它原本就是像我們在治感冒 很常用的一個中藥 包括很多我們那個感冒的一些成方 裡面都含有生薑 生薑它有一個解錶的功效 解錶是大家喝完那個什麼薑茶 之後有一個發汗的功效 然後再來蜂蜜的話 蜂蜜它本來就是一個很滋潤的一個 一個那個藥材跟食材 它主要的話是問我們的肺 問我們的腸胃 所以像我們咽喉癢癢的這個部分 跟腸胃道像是便祕啊這種 都可以喝一點蜂蜜水來做改善 所以生薑它去拌蜂蜜的話 它比較適合是說我們感冒 但是是寒性的感冒 就是不是說你那種感冒是喉嚨在透 發炎 然後那個硫磺鼻涕那種 那種不適合 而是你剛剛開始感冒 覺得頭有一點暈暈重重的 然後再來那個喉嚨有一點癢癢的 然後痰是那種水水的 或是流鼻水 比較多清的時候 比較適合那個生薑蜂蜜 那生薑用的要有老薑還嫩薑 我們用的是嫩醬 因為生薑 因為我們老薑的話它比較是暖中 對 它比較是暖我們的胃 那生薑的話 它就是我講說治療感冒 發汗這個部分 好 生薑用嫩醬 好 做法 好 那首先呢 就是先拿出一個罐子 然後把嫩生薑放進去 然後接下來淋上蜂蜜 然後封上蓋子以後呢 等個兩三兩分 不用加水喔 不用加水 它會自動蜂蜜跟生薑會就是出水 所以它的汁其實也可以喝 但是主要是吃醬 醬子 對 是對的嗎 羅蜜醫師 其實喔 這個剛才提到的 生薑絕對像羅醫師講的 在寒性的 你的鼻涕啊 你的痰是比較輕的 才可以生薑多一點 譬如說你容易這個拉肚子 就不能蜂蜜比較少一點 所以要看你的 假如你的呼吸道是屬於比較寒性的 像羅醫師提到的寒性的 生薑可以多一點 那你的有這個便祕的話 就可以蜂蜜多一點 所以還是要有比例的不同 比例的不同 這個方子 這個小布的方子 它有些是寒熱通吃的味道 不過每個人體質不一樣 還是要根據是要生薑多一點 還是蜂蜜多一點 還是有點不一樣 好 謝謝小布的分享 繼續VV你的秘方式 我的是那個山藥蘋果乾皂 好像很好喝喔 對不對 這樣當藝龍